平常我也偶尔在超话里面冲冲浪 看到一些非常有才的朋友们都非常的活跃 然后今天主要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超话里面看到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帖子 然后第一个就是就吃就吃饭 第一个就是就吃全家饭团 发的大家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小桃的便点就会开心 第四张是我心目中的憨憨绝绝子 这个动图我每一张都有认真的去看完 确实这个黑哥的变脸是比较绝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草原兽气包 发的公司楼下大屏幕循环放A7的宣传片 骑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艾斯一张大脸赶紧停下来看 以至于要迟到了 这个我也很难受 这个迟到没办法不能怪我 第三个就是这个不服输且响赢11 发的这个完了兄弟姐妹们我射死了 在地铁上闹钟响了铃声是落队甜美的歌声 这个就很有灵性了 我只能说这波应该我猜测应该是这个我害怕鬼吧 然后以上的三位粉丝朋友们就将收到由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请联系官博领取哦 那么最后正题来了 我和我的队友将会在接下来的A机战队主题日的当天赛前空降超话 你们可以在超话里面对我们提问 我们会挑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来进行回答 好了也是感谢粉丝们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请大家以后在超话里面多多活跃哦 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主题日超话见吧